欢迎欣赏Nick爸爸说故事 冰糖莲子汤 吃完莲子汤 小柔对莲蓬产生的兴趣 就蹲在池塘边观察 哇,这个莲蓬好大 好像一个大蜂窝 小柔自言自语 一面从莲蓬里面把莲子挖出来 这时舅舅走了过来 把荷花的叶子伸出水面的花梗 盛开的荷花和莲蓬 一一指给小柔看 顺便告诉小柔他们是怎么长的 这时有几只蜜蜂和蝴蝶 正在采蜜和吃花粉 舅舅你看 小柔发现食堂里有一只乌龟 看那边 荷叶上有一只青蛙呢 舅舅指给小柔看 并且告诉他 池子里还有许多小虾 鲤鱼和一些水生的昆虫 其实水面下比水面上还热闹呢 舅舅看小柔有这么大的兴趣 于是又带他走到另一个池塘边 这时小柔看到一些贴在水面上的荷叶 咦 为什么他们不生出水面呢 舅舅解释说 这些是碎莲 哦 我知道了 他们的花是不是叫做莲花 不是不是 其实莲花是荷花 的另一个名称 他们是同一种植物 而碎莲则是另一种植物 舅舅瞒着解释 秋天到了 小柔准备回城里去上学 这时荷花池也到了采收莲苟的季节 小柔看着舅舅他们站在池里 把莲苟从泥里挖出来 炒藕片真好吃 小柔一边帮着装苞子 一边这样想着 舅舅和小柔又到了另外一边的小池塘 池塘里种了些菱角 旁边还长了一些布袋莲 这个池塘自从长了布袋莲以后 菱角就长不好了 我们准备把布袋莲清掉 冬天到了 小柔趁着寒假又到了外婆家 但是池里已经看不见一株荷花 连叶子都不见了 舅舅说 有些夏天结的莲子都沉到水底下 准备等到春天一到 再长出一株株新的荷花呢 春天终于来了 荷花池又恢复了热闹 水面冒出了新鲜的叶苞 在泥巴里的莲藕 在泥巴里的莲藕也在分节处发出了新芽 小鸟们和虫子们都静静地等待 荷花早一天开放 荷花又开了 水面上和水面下都非常热闹 小柔这次带了一群小朋友到外婆家 这时她已经是一位小博士了 因为她对荷花非常了解 在池塘边 外公架着画架 正在写声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